歡迎收看核心斗內幕 是主持人王乃瑜 這是一個歡樂含金量相當高的政論節目 歡迎您的加入 邀請您掃描一下我們畫面上面的QR Code 加入YT聊天室 隨時跟大家多做互動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稍早最新消息 現在呢 他跟彭政生一共三個案子被列為被告 一共是新的台北市的魚果菜市場 金華城北市科三案通通被列為被告 北檢現在病案指揮廉政署來偵辦 一樣由黑金專主來料理一下阿伯了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現在每天都被追著跑 就是被問這些案子 阿伯喊話說要上專訪說 沒想到他的專訪竟然是自己的YT頻道 第一集北市科 但是綠營議員看完是滿頭問號 喂 你影片總共12分鐘 你10分鐘都在罵人 柯文哲怒嗆 你們就是沒牌照的議員 會比有牌照的估價師來專業嗎 你們在鬼扯 另外呢還說呢 他絕對沒有圖利星光 因為星光後提出任何的要求 我們通通不採納 結果馬上被打臉 議員林嚴峰今天在丟出新市政 證實柯文哲曾經為了星光改標規 還被陣風處喊煞車 另外阿伯真的像他一樣這麼傻白天嗎 今天好好來爬書一下了 另外看到是國民黨立委徐巧鑫 洩密列車戰鬥欄全員上車嗎 昨天趙少康替徐巧鑫開了記者會 徐巧鑫喊話 不後悔 不後悔丟出秘件 未來繼續戰 趙少康怒嗆 我要修掉國家機密保護法 還有綠營議員献策 直接去外交部砸雞蛋好了啦 藍衣現在超嗨超級嗨 嗨到爆 立委賴士寶說 他研判 徐巧鑫這一波生涼 預計可以幫徐巧鑫多拿快兩萬票 準備要當全台最高票立委 網友酸說 我們跟國民黨是在平行時空嗎 今天好好來討論 先來歡迎今天來賓 資深珍記者尚一夫 大家好 你剛剛還在發呆 再來歡迎的是 社民黨台北市議員 苗博雅阿苗 大家好 再來歡迎是國民黨台北市議員 李柏毅 大家好 再來歡迎是民進黨前立委高家瑜 大家好 再來歡迎是資深媒體人 康仁俊 仁俊哥 大家好 好 最後歡迎的是我們律師 黃定宇律師 大家好 好 我們說到 現在一個民眾黨兩樣情 怎麼說 一邊是阿伯 昨天晚上帶著他的吳怡萱 兩個人PO上新的影片 解釋什麼 解釋都是每天大家問的 五大案之一 另外一邊是誰 另外一邊是黃國昌 拿著一根蔥木 敲敲敲敲敲 心情看起來非常地好 非常地清爽 昨天線上同時有 3.6萬人線上收看黃國昌 黃國昌滿鬧子 想的都是519 但是黃國昌現在跟阿伯 狀態也差太多了吧 我們說到阿伯 我們曾經狠狠抖內幕 跟阿伯發出我們的邀請 阿伯如果你要專訪的話 一定要上我們狠狠抖內幕 大家還記得嗎 當初我們還拿出了這一張 邀請柯文哲入戰 結果沒想到阿伯 沒有選電視台 最後選的是自己的YT 阿伯對你太失望了 為什麼不來我們節目好好講呢 我們這邊有上工 有阿苗 有遊書會 有減書培 非常的友好 為什麼不來呢 好 沒有關係 阿伯要走在自己的YT直播 都沒有關係 那我們就聽聽看阿伯 你說的我們能幸福嗎 聽一下 林彥后又說 為什麼只有星光有惡房的待遇 現在還有沒有惡房 馬上出來道歉 因為有啊 國劇就有啊 國劇就有啊 這個就是規則 17T18是比價格飆熱 誰來出錢誰就贏啊 誰出價叫誰就拿著這個 對啊 不曉得罵什麼都不曉得 你就把所有的會議紀錄 錄音檔 一切全部上網公開 那些每天晚上在 摳恩節目那些名嘴講的話 事後證明我哪幾件是真的 權利金應該多少你知道 我們都至少找三家 不動產顧價師來顧價 所以人家是有公式 有品牌有牌照 要國家徵照 顧出多少錢 你們這些沒有牌照的議員 更厲害是不是 阿伯說要直球對決 直球對決來講北四科 但是我問一下阿苗 一共12分鐘的影片 蘇培姐說他大概看了一下 12分鐘10分鐘在罵議員 罵簡蘇培啦 罵林嚴鳳啦 說你們在鬼扯啦 還嗆一句 你們什麼都不懂 你們無牌照的議員 有人家估價師懂嗎 你都不辦 阿伯最懂是這樣嗎 昨天阿伯有很多人以為他直播啦 其實沒有那是預錄的 可以啦還有字幕啦 所以我給他一個小小肯定啦 至少他知道現在事態嚴重了 不能夠再亂講了 一切要按照編排好的劇本來拍影片 那他昨天的這個其實 講白四個字啦 實問虛答 就是說針對這些五大案 台北城南過 五大案的實質問題 他幾乎都沒有回覆 那他在做的是什麼 他在做的是政治回應 就說 欸你們這些議員都沒有專業 憑什麼來講我 我有估價師耶 對對對 你們這些議員都在鬼扯 憑什麼來講我 這個態度 就跟我三年前質詢 他進華城的時候態度是一樣 說我不會有問題啦 我很有信心沒有問題 那結果三年之後 不幸被應驗嘛 這個案子有問題 所以柯文哲到現在 他還沒有發現自己的錯綽在哪裡 他的錯 最大錯是錯在身邊包圍他的人 只會講好聽話 沒有人要告訴他這些案子 真正的問題在哪邊嘛 你說喔 這些室友財產對不對 都有這個估價師來估 我都問你 金華城有什麼估價師 沒有啊 金華城你把那個容積 840%送給他的時候 請問柯文哲 你有什麼證照來送他840%容積啊 外科醫師的證照可以送840%容積嗎 對不對 過去柯文哲在這個說好市府的五大案 好市府的五大案 從大巨蛋到松菸 三創 美和市 每一個 哪一個不是說你有估價師估過的 為什麼你說說那個案子有問題 因為估價師估過的東西 它是一個政策的建議跟參考 那出來最後拍板的蓋章的是誰蓋的 記得陳志涵講過嗎 是柯文哲蓋章壓日期的布蘭勒 對啊 如果今天估價師講了你的遵守 那估價師做台北市長嘛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台智光 台智光武商估價師 對啊 對不對 然後北市科 北市科的那個估價師估出來的價 你說是不是一改再改 本來第一次到第二次是增加的 第二次到第三次 一拆三的時候下降了 而且柯文哲在北市科裡面 你有回答 為什麼有元壽的幽靈會議的問題 對啊 元壽的幽靈會議 柯文哲到底有沒有政黨會議 有還是沒有啊 阿伯12分鐘沒有講到元大兩個字 有還是沒有啊 沒說嘛 對啊 對不對 沒說嘛 阿伯12分鐘影片有沒有講說 為什麼T17 18不用投資計畫書呢 沒有 對啊 那你就光講說 阿這個底標的價錢怎樣估價師 阿你那個幽靈會議跟投資計畫書的事情 完全不解釋啊 沒有抓到重點嘛 對不對 金華城 為什麼容積從392到560 到你的監察院說要560之後 你要5毛給10塊 變840 這整個過程裡面 你講了嗎 為什麼要在行政訴訟的結果出來之前 就幫金華城開會 行政訴訟最後的結果是台北市贏啊 那你為什麼要在判決台北市贏之前 幫金華城開會 幫金華城開會 講說要怎麼送他容積 沒有講嘛 對不對 對 更不用說啦 這個南港軟體園區 對不起 南港轉運站 南港轉運站 跟第一果菜市場 說都沒說啦 那這些所有的案子裡面 柯文哲前市長 你要想想你身邊的人到底是在幫你還是害你 你現在深陷這樣子的風波的時候 你跳出來做政治處理 你們議員都是白叉啦 你們議員都沒有鬼叉啦 沒牌照啦 我就問你台灣民眾黨現在在立法院裡面的議員 對不起在議會裡面的議員 哪一個有估價師牌照 如果你說沒有估價師牌照 那沒有資格監督 那請你台灣民眾黨四位議員 要不就是先去考取估價師 照阿伯這樣講你們議會解散算了對不對 你們都沒牌照 不准監督 你在立法院裡面的八個立委 哪一個有估價師牌照 沒有估價師牌照 就不准質詢政府的標案的話 你們八個立委都不要質詢啦 對不對 議員的專業就是在揪出 你蓋了張你拍板的公文哪裡有問題嘛 議員的專業就是在告訴你說 你這個送榮基送了一點都不合理嘛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我們都幫你查清楚了 你就是不聽 你就是愛聽你身邊的幾個 每天在棚裡的發言人講好話 阿伯你辛苦了 阿伯你都不聽 阿伯我們幫你拍片 阿伯我們幫你直播 播到現在你直播的人數 是不是節節下降 完全不如國昌老師了 你影片的人數為什麼節節下降 因為你端出來的東西沒有料 你端出來的東西根本沒有料在裡面啊 現在還在跳針說 會議紀錄錄音檔全部上網公開 不要選擇先公布 你那些沒有錄音檔的 要怎麼公布你告訴我 元大人壽 現在會議紀錄公布了之後 被元大人壽說是 是假的 你回應了嗎 沒有回應嘛 所以我覺得阿伯真的要小心 你身邊的人到底是在幫你還是害你 你身邊的人 他身邊的人塞朗他出來罵說議員都是白插 那請問議員會不會更仔細監督你 一定會嘛 對不對 本來覺得說只要講你兩層的問題就好 現在不講八層不行啦 對不對 那你身邊的人到底是在幫你還是害你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件事情 議會組兩個調查小組 你裡面也有你民眾黨的議員在裡面 不是嗎 那你還在問說為什麼不組台智光調查小組 拜託我這個先前三月份的時候就已經講過啦 因為台智光現在資料都要檢掉了嘛 總調已經在做了阿伯 我們組調查小組議員在那邊大言鄧小眼泡茶聊天吃早餐要幹嘛 說幾次啊 那個資料都拿不到嘛 那現在拿得到資料有精華層 我在那邊跟大家講 台北城南郭這五個案子精華層最危險 也是昨天柯文哲講最少的 精華層最危險 因為他根本完全沒辦法解釋 從五百六到八百四那過程當中 別說他一天一案 不過我想問一下阿苗 你覺得這十二分鐘 真的是講給你們這些懂的人聽嗎 還是講給小草聽的啦 根本就不是給你看的 你幹嘛跟人家看 乃瑜你完全講到重點 果然是我們最年輕又最有料的政論主持人 這個 還有最美麗 他這個是 職業互吹啦 他這個就是鞏固小草啦 鞏固柯粉啦 為什麼 因為現在很恐怖的事情即將要發生了 五一九的 五一九的集會 這個五一九的集會 對阿伯來講是進退為股 你說五一九如果人很多 但是台下的人都是來支持國昌老師 哇那阿伯就是慘了 第二顆太陽 已經比第一顆太陽亮了 可是人也不能太少啊 因為人太少的話 人家說你看阿伯你沒有號召力了 所以人多也不對 人少也不對 怎麼樣掐得恰恰好 而且在裡面還要以顆粉為主 而不是以國昌老師的昌粉為主 這個本來就很難拿捏啦 那現在遇到這樣進退為股狀況之後 他必須要鞏固他既有的支持者 必須要鞏固了23%26% 鞏固了300萬票 所以他必須拍一個片出來解釋這些 他不需要來上乃魚的節目 因為他來這邊是直播的 萬一講錯更多話 那就很麻煩對不對 所以預錄一個影片上來 給小草有東西看有東西去傳 這個是面對五一九必須要處理 但是面對司法不是這樣處理 面對行政責任調查也不是這樣處理 你拍了這些言不及意 都在罵議員的影片 也沒有辦法挽救你 過去的所作所為當中 有違法失職的部分 所以針對這一點 我覺得還是趕快去諮詢 好久不見的黃三三立委 因為過去他也是我們的副市長 趕快去諮詢真的懂得 黃三三趕快出來救阿伯了 然後我跟阿秒講到一個點 阿伯現在趕快出來拍這十二分鐘 影片要說給小草聽 但是他又怕那個五一九那天 人太多太少都不行 最好剛剛好一千個好了 多一個零變一萬 都是倉粉怎麼辦 少一個零變一百 人家就給他看衰 所以阿伯現在動輒得救 然後但是我們跟阿秒講到一個點 講給小草聽啊 因為所有的記者一聽都知道 阿伯我們問了你兩個禮拜的問題 你都沒有講 所以當今天記者阿伯說的鯊魚 問到阿伯這些真正的 拳拳到肉的問題的時候 阿伯怎麼說呢 聽一下 不是 阿就我們講喔 把所有記錄全部上網公開就好了 但是現在元大就說他們沒有去放彈 那你自己沒有記錄 我怎麼會曉得 就看記錄阿 阿你們的 上公你看我們記者就問得很專業嘛 阿伯昨天說你們都不曉得 結果今天問他元大便 我怎麼都曉得 我怎麼會曉得 阿伯到底是 阿這樣到底誰曉得 阿伯啦 昨天花了十二分鐘拍影片 十分鐘在罵人 結果呢 元大所謂幽靈會議紀錄 阿伯隻字不提 今天被追問的時候 也隻字不提 直接告訴你一句 我怎麼會知道 去看位移紀錄啊 現在就已經跟他說了嘛 通通十四家 沒有錄音 沒有錄影 我們現在是要用幻想的事嗎 你怎麼看阿伯的態度 我覺得一件事啊 他 很簡單一件事嘛 選擇性的講話嘛 他講他想講的 不想講的 他就閃嘛 這不是他一貫的作風嗎 當然元大那一件事情 現在出來的資訊越來越多 包括三封的Email嘛 還有那個紀錄 副秘書長沒有簽字 然後不在場的人 為什麼有簽字 一連串的怪現象嘛 那你這些怪現象 柯文哲要去怎麼回答這些問題 其實我相信柯文哲不會 不會不看媒體裡面 對這件事情 到底拿出來的多少東西 也不會不知道議員裡面 對這件事情講了多少東西 應該都知道吧 聽說阿伯都趕快去保這個 前檢察官有人來做工訪了 他怎麼可能不知道 當然第一件事情最最麻煩的 第一件事情 就是這一份訪談記錄 是否偽造文書 其實它是一個最 就 呃 四科裡面 是最快可以釐清的東西 你要把副秘書長 找來問一下不就知道了嗎 你為什麼沒有簽字 對不對 然後找那個好像撤位是不是 不在場為什麼有簽字 找來問一下誰幫你簽的 你們不在場為什麼會簽字 如果說是事後補簽 那也有問題啊 沒參加會議怎麼可以事後補簽 等等的一些問題嘛 當然 我覺得最神奇的一件事情是 當然那一封信是最後元大回覆 是2020年的11月6號嘛 說我們不投標嘛 我們不參加嘛 對不對 那你回過頭來看元壽 元壽一心想要的內湖的訴創中心 這個案子BOT案子嘛 你12月16號見面 這個時間點真的 你越想越奇怪 宿科的真審結果是12月1號出來的嘛 元壽未達標準嘛 12月15號產發局發函元壽 說你未達標準嘛 然後12月16號見面了 然後跟你說我是談宿科 然後官員說我們沒有聽到談宿創 那12月18號元壽 對真審結果提出陳述意見 提出陳述意見 對真 換言之講白話文 他對真審結果有意見 有意見嘛 奇怪 12月1號 12月15 12月18 元壽基本上看到的都是數科 怎麼突然冒出一個中間夾一個16號見面 談宿科 這個時間點你夾起來看 你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然後呢2021年的1月 宿創中心二次招標 元壽沒有放棄 繼續參與招標 那你就覺得怎麼突然會冒出一個四科 而且人家跟你說我四科不要嘛 那你時間點怎麼會這麼奇怪 民眾黨說他們相信公務員不會造假 公務員 我也相信公務員不會造假 只是會被抓去辦而已 只是會被指示 我請問一下新北市的副市長 許志堅不是被辦了嗎 桃園市的副市長葉士文不是被辦了嗎 林芝廟不是現在也在被辦當中嗎 我通通都是黑金專主在處理囉 你今天一直跟我講公務人員 公務人員 其實公務人員犯法的事情 都沒有過嗎 所以講這個話 我覺得衛免你不曉得在講給誰聽 我也不曉得在講給誰聽 當然這個事情比較容易去釐清 那為什麼就不講清楚呢 然後在那邊罵議員自以為專業 那我就想回過頭來請問一下 都記住的專家會議裡面 都跟你說不能用 都市計畫法二十四條 你為什麼不聽 你為什麼不聽 裡面的專家會議跟你說 等官司出來以後再處理 你為什麼不聽 專家說 都記委員 非官方的大概都是 大學教授什麼都專家 跟你說 我害怕會有問題 你怎麼不聽 這些都不是專家嗎 當時法事局也出來說有問題 因為他們都沒有估價師的牌照 阿伯仔細 估價師 沒有估價師的牌照 然後叫他們去放寬容積率 非法 就突破法律 不要講非法 超越法律的男人 去放寬 都會委員不是有意見 不是覺得不妥 是覺得不行好不好 覺得不行 那為什麼就可以呢 所以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嘛 就是說 你要把這五個案子放在一起 來談專家意見嘛 你不要單獨挑一個嘛 今天討論的問題是 你在過程中有沒有涉嫌 圖利特定廠商 這跟你專家評估裡面了 那是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那又是 專家評估出來就沒有獨立的問題 是這樣嗎 我覺得這很挑戰耶 這很挑戰耶 等一下我就不曉得 定義怎麼解釋 專家的意見 就沒有獨立的問題 可以讓他來擋一下 但是他現在 我看市府這邊要去查說 那個專家的會議 每個專家為什麼到最後會轉彎 所以他去查說為什麼專家會轉彎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就覺得一碼歸一碼 現在討論市議會在追究的是 是不是有涉嫌圖利特定廠商 他不是在跟你扯有沒有專家的問題 如果你要扯專家的問題 回到金華城 這麼多專家都跟你說不行 你為什麼 市政府為什麼就不聽專家的給了 還被監察院糾正 然後跑去監察院 開記者會說519要廢監察院 莫非 莫非是那個糾正案 讓民眾黨很不爽嗎 所以他有利益衝突 有利益衝突 我也不曉得了 被糾正的人跑去說要廢監察院 所以你就覺得說 你要不管你用YT也好 你要用什麼也好 你至少 吳宜萱你就靜止一點嘛 把大家所有質疑的問題 一個一個問阿伯嘛 讓阿伯一個一個答嘛 吳宜萱也是市議員嘛 沒有沒有沒有 他是什麼黨團的主任 他是黨團主任 參選過市議員 參選市議員未遂 那真的喔 那他 不是未遂 是為 為當選 為當選 當選未遂 市議會 市議會的主任也應該知道 市議員怎麼問證嘛 你就 你就比照市議員 把所有質疑的問題 一個一個列出來 一個一個問 柯文哲嘛 上公人家就說 那個12分鐘裡面 好精美喔 有剪過 還有上字 還有效果等等 而且我覺得最厲害的是 不忘業配 後面還放了7點半的T恤 有沒有持續帶貨 人家就說阿伯這一番操作 真的厲害 但是呢 我稍後要問一下律師的是 阿伯說 我從來星光說什麼 我從來不聽 他說什麼 我也不信 我從來都不採用他的 但是今天 林延鳳拿出了新市場 啪 阿伯 又要被打臉了嗎 不要跑 廣告之後 繼續討論 哇 我想要問一下這個黃律師 你看喔 現在所有議員 對阿伯的質疑是拳拳到肉 每一個啊 每一個打擊 阿伯 都沒有回應嗎 尤其阿伯 昨天講了北四科 說第一集北四科 欸 我聽他講的 我還不如看金周刊 金周刊說的 比阿伯的詳細多了 這阿伯 這個我們都拜讀過了 裡面啦 元大的email等等等 欸 寫得清清楚楚 阿伯你有看嗎 阿伯你看了 再來回應嘛 尤其啊 今天這個 所謂的林延鳳 又有最新市政 黃律師來幫我們爬樹一下 尤其現在阿伯 跟這所謂彭震森三個案 通通被列為被告黑金專主出動 阿伯的下場會是如何 我看阿伯今天遇到媒體聯訪 問他北四科 轉頭之後馬上說 媒體全部去督訪 阿伯過去很習慣讓媒體問到寶有沒有 他有一段時間媒體都很喜歡他 因為講話又有趣 然後他就去督他 又讓人家問到寶 很多議題都可以回應 阿伯今天好像看到鬼 今天看到媒體那個烤肉架在那邊說 怎麼會有烤肉架 我今天旁邊的教授今天沒有送到 我都全身著火了還烤肉 如果他他是坦蕩蕩的 跟昨天所講的一樣 全部經得起檢驗 今天烤肉架全部在現場 我一次講清楚 我先講北四科 昨天講完北四科議員去比對 簡祝培議員去比對說 12分鐘只有2分鐘講案情 請他罵議員 今天聯訪在那邊讓他講到飽 有這個機會 居然沒有要去解釋 這個是非常匪夷所思 是跟阿伯過去個性說 公開透明坦蕩蕩的個性 完全不一樣 林延峰議員 其實後來又在昨天 他的這個直播 柯文哲的直播後 林延峰議員又拿出一個 他跟市政府的產產發局的所知資料 這個資料其實很清楚 他說當時有兩個會議 在109年的7月跟8月 有兩次的這個申請的試移的紀錄 這就是新售 現在社會在質疑是說 阿伯怎麼會給新售 這個T17是18的事情 他裡面說 裡面有像建議說要改標 要延長招標時間 為什麼這個會特別點出來 因為陣風 台北市政府的陣風 裡面特別提出意見 他說如果同意放寬投票人的資格 這樣的前提 會有不同立場的質疑 如果同意延長標期 或可能會有招致原本 獨厚 對獨厚的質疑 這句話其實獨厚 他換句話說 不公平 他其實就是有沒有土利人家 所以市政府的陣風人員都質疑說 這個是當時 林延峰議員他我覺得他點出這個 2020年7月跟8月的這個招標期間 有這個往返 他說這裡面其實有一個公文是 他說柯文哲市長是批渴 後來陣風才出了這些意見說 這個會有獨厚他其他人的疑慮的時候 後來他才有點像懸崖勒 我沒有後來執行下去 但是林延峰議員特別之意說 這個陣風主任提出這個意見之後 隔沒多久之後面掉職 為什麼會掉職 所以這個要去查 就是說這個疑慮是當時代表阿伯 對於這一個廠商的意見 有特別聽進去才會批渴 在渴的時候內部意見在陣風看起來 就是說你招標公告之後 其實就是公平性的問題 大家要去投標都會看標案 那個標投標須知 投標須知是對所有人都應該公平 投標完之後 如果你說後面才要去變更 有沒有例子 有喔 臺北市的大據檔案 他是當時投標須知 講說要營運權利金 投完之後遠雄才去跟這個李樹德財政局長 剛才講說公務員會不會有犯罪的問題 李樹德就是個典型嘛 還是去免除了營運權利 投標須知出來之後 後面才去改標的內容 改了之後就被辦圖利罪 他辦圖利罪用圖利罪起訴 目前一審重判九年 所以這個改標的這件事情 陣風單位一定知道不可以 但是為什麼柯文哲在裡面會疲渴 另外一個是什麼 其實剛才阿苗議員也講到 賢蘇培議員也在回應說柯文哲 昨天直播了三大點 第一點就是說你整個十二分鐘 居然沒有解釋 為什麼只有新售在T17 18不用投資企劃書 為什麼只有這個廠商可以這麼好的優待 這個其實在講差別待遇的問題 這剛才有沒有印象 剛起來的時候 郝龍斌前市長丟出來 當時李四川馬上講說這是大小眼 黨家大小眼 蔣萬安市長馬上說 你看這個李四川講的是正關鍵點 關鍵點拉到現在為止 柯文哲還沒回應 就是說柯文哲到昨天的直播 到今天在媒體大家去追他 議員一問再問為什麼會有 當然李四川講大小眼 其實我們在法律用語叫做差別待遇 為什麼只有對於新售 他不用投資企劃書 給他這麼好的一個差別待遇 其實柯文哲只要解釋清楚說 這個沒有差別待遇 這個應該是照什麼什麼規定 跟T16不一樣 他如果講清楚的話 也許社會聽得下去 到目前為止 透過直播也好 媒體去督訪也好 都沒聽到他解釋 為什麼會有差別待遇 而這樣的差別待遇 在刑案程序法上面 他是不允許不合理差別待遇 他會導致於後面 剛才主持人特別講到 目前北檢用黑金專主在辦 為什麼過去李述德會被用圖利罪來法辦 用圖利罪起訴到目前重判九年 就是因為你不能在裡面給人家差別待遇 不能給特定廠商有好處 這個違背法令圖他人利益 就是貪污制罪條例裡面不允許的事情 阿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去解釋說 為什麼只有新售在這裡面 跟T16之間會有這樣的差別待遇 只有他可以不用投資企劃書 從一開始的李世川講出來到蔡安講說這是重點 到議員一問再問 剛剛安苗議員也問 包括林妍鳳議員也問 大家都問 問完之後完全沒有 他只跟你說 我這些資料全部都可以公開 什麼都可以拿出來 所以我看張士剛也講要公開好就全部都上網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就算這些資料全部都上網之後 他沒有解釋的問題還是沒有解釋 這個一樣是檢察官會care的 是因為過去好幾個台北市的重大公共工程 只要不合理的差別待遇 在裡面為明知違背法令的情況 就算這些公務員沒自己沒拿到好錢 沒拿到好處 一樣是會被圖利罪法辦 阿伯現在面對差別待遇 為什麼沒有給投資企劃書 只有這個廠商不用 這樣的一個優惠的情況 沒有解釋清楚的話 與其現在沒解釋清楚 以後到檢察官面前還是要講清楚 不如現在跟社會講清楚 像過去我一直強調 他就把當作MG149一樣 把所有公文貼在後面 你說資料都要公開 我就所有的錄音檔都做譯文放在後面 讓大家來拍 像阿伯今天在媒體面前好像落荒而逃一樣 這不是一個過去柯文哲會有的一個態度 面對問題會有的態度 今天我覺得他就以後要對檢察官講 不如現在向社會說明清楚 哇另外呢 大家說這個細思極恐的事呢 阿伯現在被說這幾個案 包括阿伯到今天這個被告再加一 一共三個案子 很多個案子大家都說 怎麼都是在這個任內最後兩年呢 最後兩年那個時候 阿伯剛好成立民眾黨 是在跟財團交朋友嗎 結果這個時候呢 這柯文哲的前幕僚張藝善就出來說 阿伯以前後這個他是他顧問室的啦 顧問幫他排行程 阿伯通常呢有個私人時間叫做私 寫一個私一個逗號 這個時候呢 幕僚也都不能去也都不能聽 什麼都不能知道 但是呢寫這個私要優先安排這個行程 我們說到阿伯 他對於他的行程呢 他其實是管控的非常嚴格喔 你看我們今天也說到這一份嘛 阿伯以前啦 這個在這個當市長出奇呢 有個行程的控管的規定 你看說行程輸入的權限 只有柯醫師本人跟行程秘書有權利輸入 再來閱讀權限還有分ABC喔 A咖 A咖可以看到全部的只有柯醫師 柯太太 行程秘書 哇 所以阿伯對於他這個行程呢 是這個很嚴密在管控的 但張義山就說啦 阿伯到底有沒有跟這些傳團 感覺私下見面呢 其實不用張義山說啦 之前好多的議員 在議會都問過好幾次啦 阿伯每次問都問到火都很大 我們先來聽一下張義山 柯文哲是會所謂的 自己安排一些私人會面的時間 在白天的時間 那不只在白天 他甚至在晚上的時候 我們在做行程安排上面 都可以看到 柯文哲會寫一個詩鬥號 來安排一些私人會面的時間 欸那講話要有證據耶 我要清... 我的行程有叫千公文行程 我要...我要寫就寫 寫信面就好 我要做千公文 哇我想要問一下這個嘉義委員 你看啦阿伯說這個喔 你說我建財團你要有證據啊 你看吳怡軒也幫他出來嗆 欸我想請教一下 市長不能有私人時間嗎 跟柯媽媽吃飯寫給你看嗎 跟珮琪約會寫給你看嗎 不用阿伯不用真的不用 但是阿伯你自己有弄一個 所謂的聯政登錄啊 那是你自己創的不是嗎 就台北市有啊 我們台北市民很期待 喔阿伯公開透明 阿伯公我們這個行政首長 要去跟誰見 通通都給他寫起來 就阿伯創的阿伯自己不照做 但我有想問的是喔 阿伯剛上任的時候說打五大案的時候 聽說很多議員都哇 一頭熱很熱血 就說哇五大案我們要打 結果聽說啊 你形容自己像工具人一樣 阿伯說要打 實際上咧 對啊 剛剛乃宇講就是說 五大案那時候 不管是這個大巨蛋案 松菸文創案 或者是山創案 或者是美和市 甚至金華城 都是我在當議員的時候 從頭追到尾 每個案子 我都在前面寒打喊三衝鋒陷陣 跑第一的 結果沒想到後面阿伯 是拿著我們這些案子 去跟這些財團結交變成好朋友 好啊 大家想想看喔 這個松菸文創 柯文哲私下去見蔡明忠 副幫後 被踢爆之後 他說我去幫蔡明忠看病 請問蔡明忠 需要柯文哲阿伯幫他看病嗎 聽說是失眠嗎 蔡明忠沒醫生嗎 對 然後他說他幫他看了三十分鐘 被柯文哲看到的病都很嚴重 然後喝啊 他是重症醫師 不要說不要說 非常嚴重 非常嚴重 所以我不知道他是幫蔡明忠 看心病還是看什麼病 出來之後 柯文哲就說 蔡明忠是一個很有良心的企業家 然後松菸文創的 本來我們在談的是 開發龍基等等的這些獎勵龍基 大概市值也是幾十億到一百億 結果出來之後 富邦只要每年給台北市政府 六百萬的權利金 這件事情就結束了 富邦就成為有良心 的企業家了 甚至富邦銀行 在中山北路的一個總行 當時機關用地要變更成商業用地 好市府都不給他變更 這個容積率也差一倍 柯文哲也讓他變了 這個就是一個案子嘛 其他包括蔡衍明 包括郭台銘也是一樣 三創案 三創當時 柯文哲怎麼說 郭台銘他說 我選舉又沒有拿你的錢 幹嘛要幫你 選外之音 這個大家聽了就聽懂了 意思就是說 懂得就懂 有錢的是不是就可以幫忙 沒錢的我就公事公辦 所以之後跟郭台銘 還可以搭檔選總統 就變成民眾黨裡面 還有郭台銘的高鴻安 也在裡面 麻糬到這個程度 所以你會覺得說 為什麼這些原本 柯文哲認為說 拿刀叉吃人肉的財團 突然都變成他的好朋友 而柯文哲就是那個刀叉 還是這就阿伯交朋友的方式 我先打你 讓你需要我 對啊 所以我說 我們事後想想說 我們都是玩真的 也都是打真的 玩真的 我們並沒有說台銘罵一罵 之後去跟這些財團 老闆變好朋友 可是我們看到的柯文哲是 在我們面前跟我們講說 這些財團很過分拿刀叉吃人肉 私下跟財團一起拿刀叉吃人肉 那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是不是讓我們覺得說 我們變成一個工具人 變成他可以去跟財團結交 能夠當好朋友的一個方式 所以剛剛回過頭來講說 不管是今天柯文哲 所深陷的這幾大案 大家可以發現說 柯文哲到現在的態度 就是心虛 我們問說剛剛乃瑜講說 連鎮會當初你講得多好聽 對啊 登錄 你去跟財團大老闆 你都要登錄 結果現在不堪檢驗 只有一個林聰傑有登錄 其他包括柯文哲 黃山山 沒有一個有登錄的 那你過去被抓到說 你去見星光的吳東進 你被見蔡閻明 你去見蔡明中 你去見郭台明 甚至今天被指引 你見沈慶晶幾次 沒有一項有登錄 沒有一項敢告訴大家說 那你有沒有私下見過沈慶晶 你見了沈慶晶幾次 所以記者聯訪的時候 柯文哲夾著尾巴逃跑 這些問題他一個都不敢回答 然後自己用錄影的方式 避重就輕 剛剛在講啊 這個金華城的案子 我從當議員追問柯文哲說 容積率392給到560 就是差了100億 這個100億要不就是拿現金 要不就不能給 他當時還口口聲聲說 會會會 我知道 沒想到我一走之後 不僅是392變560 還變成800次 而且更離譜的是 我剛剛也講啊 整個這個金華城的這個 監委糾正的時候 林青龍當時在監委約巡的時候 他本來說金華城龍幾率是560 後來這個監察院 2016年1月糾正完之後 2016年6月我問林青龍 他已經改口說是392了 他說整個市府 包括都發局 所有的人都認為是392 而且內政部解釋認為說 台北市政府可以依職權認定 也就是說跟監委糾正 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市政府就可以直接認定 而且市政府從上到下 都認定是392 那請問誰在當時的台北市政府 可以凌駕在林青龍副市長之上 決定是560 那不就是你柯文哲嗎 那柯文哲說 你們有比這些 什麼估價式專業嗎 請問柯文哲有比市府的這些 都發局公務人員專業 有比林青龍專業嗎 那所以金華城龍幾率 到底是誰決定 誰在打臉專業 更何況今天所公布的 龍幾率變更了兩個時間點 第一次的時間點 在行政訴訟出來之前 剛剛講 所有都委會的專家都說 他們等行政訴訟出來再決定 就你硬是要給金華城龍幾率 然後行政訴訟出來之後 台北市政府也贏了 還是給龍幾率 所以這代表什麼 違背了這個都委會的委員的專業 也違背了法院的專業 竟是要給金華城 那為什麼硬是要給金華城 硬是不等判決出來 因為早就知道判決一定輸 這個金華城一定輸 台北市政府會贏 不趕快給他 什麼時候要給他 所以到底誰在打臉專業 就是柯文哲自己 然後剛剛講 市北科會議紀錄說 那全部都公開 錄音這個文件都公開 就沒有啊 沒有 沒有錄音 被踢爆說 根本過程中就沒有錄音 然後這個會議紀錄 今天這個林玉宏 她接受媒體的採訪 她說什麼 只要是我主持的會議 我一定會簽名 喔 所以她只是元大的 我沒有要背書的 白啟了一次說清楚 就說那個會議 她就沒簽名啊 就沒有這個會議啊 所以到現在 這個羅生門的會議 林玉宏打臉你 元大仁壽打臉你 請問是誰在偽造 市北科的會議紀錄 這個台北市政府 柯文哲阿伯 不用說清楚嘛 哇現在元大出來了 林玉宏這樣說了 哇那這樣阿伯的臉 不就很腫了嗎 但是阿伯呢 現在面臨到這樣子 哇你們每天都這樣 K他 阿伯一個頭兩個大 但同時間 黃國昌什麼說 你們要相信阿伯 因為阿伯呢 他吃便當吃很快 所以他不會貪污 喔我就想說 那個黃國昌 以後回到這個法律界 以後誰敢找他來辯護 如果在這個法院上面說 因為他吃飯真的很快 所以他不會貪污 你這樣子幫你委託人辯護 是可以的嗎 尤其呢黃國昌 像人家說 聲量大於柯文哲 柯文哲說的話 黃國昌都沒在聽 我們來聽一下 喊口號 不能改變這個國家 好我們再喊一次口號 推動改革民眾做主 來一二三 推動改革民眾做主 我們五一九嘛 要辦活動 五一九要辦活動啊 這件事情 台北市警察局的局長張榮欣 說我們那個遊行 他們估大概就一千人 我們現在 處的狀態 就是 客人看不到啦 客人看不到啦 客人看不到 就是人家看不起我們 人家看不起我們 人家看不起我們 所以老師今天晚上直播 我要拜託大家 五月十九號的時候 一起站出來 算帳 算清楚 五月十九號的時候 站出來 一起算帳 算清楚 哇我想要說一下這人俊哥 感覺這個五一九的KPI 摔在黃國昌身上嗎 還是說這個活動 從頭到尾 都是為了黃國昌一個人 很積極在拉 阿伯都沒有這麼拚 阿伯主席都沒有這麼拚 黃珊珊更別說了 我看到現在臉書上面 只有一篇在推廣這個活動 後來就完全晉升了 這個活動完全就是 否黃國昌嗎 尤其你剛才看到一個畫面 阿伯說喊口號 沒辦法救這個國家 黃國昌拿起麥 來我們再喊一次口號 阿伯的話都沒在聽耶 柯文哲最有名的口號就是 從政不難嘛 找回什麼良心嘛 這個不是口號嗎 他的口號幫他創下了 當時多少喜歡他的人 還有把國家還給你都口號 其實老實講 現在五一九到底 到民進黨前面抗議的訴求是什麼 現在聽說一直在變 打倒新黨國算總帳 然後還有第三波民主改革 我怎麼聽說好像連電價 什麼都算進來了 有嗎 有這個嗎 我不知道 我今天聽到很多的這個說法 就是說還是你是要上街幫 幫柯文哲討公道 就是遊行總是要一個主軸 你說民進黨現在是不是叫做黨國 如果他拿行政權叫黨國 那柯文哲不是一直在強調 就是說你在立法院已經打贏了嗎 你都已經打贏了 按照你講說你都已經成為 這麼多民意支持的對象 你的訴求到底要表達什麼 其實老實講我可能我太笨了 我智慧沒有柯文哲高 所以搞不清楚 黃國昌確實是在發動員令 那可是你如果還記得他也講說 如果認識他就知道他不搞動員這一套 就像剛剛柯文哲說 喊口號沒有用 旁邊立刻就說那我們來喊個口號 就永遠不太知道為什麼在搞這個事情 但是我覺得你如果回來看柯文哲 在這幾個爭議事件裡面 事實上我覺得昨天的直播對他是大扣分 我真心認為是大扣分 阿伯覺得直球對決呢 我不管他有沒有對決 我舉幾個例子 譬如說柯文哲在裡面一直強調說 國聚對不對 他說國聚就有兩次 也來兩次哪有只有星光 可是他講的那個兩次 事實上就是之前這個 這個減蘇培所整理的說 在第二次流標之後訪談十四家的那個廠商 我再拿回這張表 當時第一次訪談的時間點 是在一百零九年的十一月四號 這是第一家 如果按照他整理的時間序 是第一百零九年的十一月四號 這是二次流標之後 所訪談的十四家錢財廠商 剛剛定所拿的這個 不好意思這張照一下 現在大家質疑的是 其實是二次流標之前 你跟新壽有多少的接觸 大家看一下時間 這個時間點是什麼時候 是一百零九年的七月二十二號 跟一百零九年的八月十四號 早在二次流標之前 事實上新壽就有跟你表達過 你敢否認嗎 但是你昨天的直播裡面 你一直在強調說 國聚我也兩次 國聚我也兩次 你就怎樣 國聚那兩次 現在就一個一個來問嘛 你的那個二次流標之後 現在大家質疑的是 你在一百零九年的十一月十一號的時候 跟新壽這邊 按照你的說法 按照你們是說廠商建議的兩次 十一月十二號之後 你就你們就拍板了 有沒有這件事情 我覺得大家就想問柯文哲 因為這個是簡素肥他們具體指控說 你柯文哲在隔天就已經做成了這個決策 柯文哲為什麼不回答 你可以回答 沒有你們胡說八道 我們沒有這樣 你沒有 你連碰都不碰這個議題 國聚的時間點在什麼時候 國聚的時間點在下面 他已經到了哪裡了 一百一十年的五月七號跟五月二十八號 而且國聚根本 你如果從這邊來看的話 根本也沒提任何的紀錄 人家也沒有提任何的建議 柯文哲剛剛在那邊 因為我看到你們特別剪出了一句 柯文哲說 那價格標 價格標就是誰出價 出價來比 這不知道在講什麼 現在大家很好奇的就是 那為什麼它是價格標 就是你同一個案子 就是同一個案子你拆成三個 十六十七十八同一天標 為什麼十六你們決議說十六要送這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投資計畫書 十七十八你覺得要 你們決議要用價格標 我們也想問這件 我也知道價格標 就是誰出價然後來比價 問題是為什麼它變成價格標 從前面到現在為止有解釋過嗎 沒有耶 我也很好奇啊 他今天的那一個 他今天講說 你們現在在播說 有三家這個不動產的估價師 那之前你怎麼打好龍兵的 你之前打好龍兵的那些案子裡面 你去打人家權利金的時候 你怎麼不講說拍謝 我也沒有這個估價師的執照 所以我覺得今天很有趣 他今天在哪裡被賭到的 立法院 立法院 黨團門口 黨團門口 以前柯文哲到黨團去的時候 下來的時候是國昌老師要陪在後面 然後立委要站在旁邊 今天剩兩個 吳怡軒跟陳志涵 立委去哪了 不見了 為什麼立委在這間 而且在這些案子裡面 有哪幾個立委出來解釋過 你也有當過市議員的啊 這案子你們會不懂嗎 還有當過副市長的 大家不要啊 大家都不碰了嘛 所以我就講為什麼今天 柯文哲變孤單 不是 他沒有孤單 他還有兩個人陪在旁邊 有為孤單 那兩位說實話啦 你們的訊息都是柯文哲給的 我其實根本不會去 去認為說這兩位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他講跟他們兩個講 意思都是一樣的啦 不是一樣的嘛 那個QA一定是柯文哲同意的嘛 所以為什麼大家看那個首播 我看到有網友講說 不要講人家直播 人家是首播 好啦好啦好啦 他就剪過了嘛 就是他 而且你看他剪的 其實太明顯的原因 是因為他自己還講說 好我接下來就在 還講這兩件 然後結果後面回答的時候 根本沒有他兩件 就他自己就剪掉了 好我們先聽完廣告 廣告回來我們要繼續爬出 更多阿伯的爆料 好我們剛剛提到的是阿伯現在呢 應該是無心那種無意久了啦 但是呢這個黃國昌我性質滿滿 告訴大家如果你愛媽媽 就是要陪媽媽看黃國昌的直播 告訴大家稍後先進廣告 廣告回來好好的討論一下阿伯 好好來討論現在這個國民黨 要如何全力抵制外交部 甚至還要砸雞蛋 真的假的 先進去看一下黃國昌 我沒有想到說 哇這樣我們那種壯士帶的女性 壯士帶的女性 也這麼支持這個直播節目 讓我聽了整個心要融化 愛惜媽媽媽疼惜媽媽 陪伴媽媽 最好就是每個禮拜一晚上 八點鐘 陪媽媽一起觀上 觀看國昌直播的這個節目 好我想問一下柏惟哥不要緊張 還沒到徐曉星這一題 問一下黃國昌的部分 人家說黃國昌現在所謂的這個519 準備要來一場大的 要來幹大事了 但大家說黃國昌完全都沒有顧慮阿伯的心情 而且聽說民眾黨喊話說不分朝野 大家都來參加519 聽說國民黨根本沒有收到邀請 有沒有收到邀請 也不會去是不是 也不會去 因為519老實講 我覺得對各政黨而言 都是個非常重要的活動 因為519是信仰之戰 沒有任何大事情 也沒有選舉 單純的柯文哲呼喚他的忠實粉絲出來 夠鐵 夠純 沒錯 來的不是小草來的是鐵草 我們看到底有多少鐵草 人家說現在是鐵蔥 這是不好說 這是我覺得柯文哲內心很無奈的一塊 我覺得柯文哲現在內心可能 很後悔 而且甚至有點想哭的衝動 為什麼 想哭的衝動 因為他原本以為種的是小草 就長出來了變小蔥 跟他無關係 現在辦活動 人家去找黃國昌簽名 不是拿著小草的一些 他的一些樣品 一些標誌 那是國聰一號 去找老師簽名 而且這是民眾黨一個議員 他辦的母親節活動 來的人居然已經拿的是這個 國聰一號 代表了黃國昌現在 他的國聰一號這個標誌 非常的鮮明 大家已經只認得聰 不認得草 所以請問一下 民眾黨現在黨主席是柯文哲 還是有可能是黃國昌 我覺得問號非常大 黃國昌之前講一句話 他說拜託不要再去挑撥 我跟柯文哲之間的關係了 這種無聊的舉動可以停止了 黃國昌現在講的所有的話 都讓我覺得他比柯文哲 更像民眾黨的黨主席 黃國昌之前講一句話 他說拜託不要再去挑撥 我跟柯文哲之間的關係了 這種無聊的舉動可以停止了 黃國昌現在講的所有的話 都讓我覺得他比柯文哲 更像民眾黨的黨主席 他開直播叫大家來 一定要參加無意局的活動 非常的重要 但現在柯文哲在另外一台 還在去辯解他的三大案 他的三大案很危險 他沒有問題 黃國昌有好好的請柯文哲 來他的直播上面 跟他一起講這個事情嗎 你說對了 三萬六人在看 你怎麼不讓阿伯說清楚 沒錯讓他講一講 柯文哲還要蹲在他自己的那個TV裡面 來跟大家討論他的三大案 都是被別人騙 大家都是不專業罵 議員都是不夠資格 沒有證照 但是問題是他的看人的人數這麼少 為什麼黃國昌你不要請柯文哲 來你這麼夯的直播 分享你的舞台 沒錯 好好幫你的主席講講話 沒有 他從頭到尾都講他自己 甚至是之前他拿出一根蔥 說這個要給柯文哲這根蔥 還是很磨性的笑聲 覺得他自己太佩服他自己了 讓柯文哲拿著一根蔥 我等著看519 319那一天 柯文哲手上 會不會拿黃國昌那根蔥 如果真的拿那根蔥了 那我只能說柯文哲 你也是辛苦了 接下來黨主席 該換就換一換 也許早點離開 你的未來還是彩色的 如果晚點走 被別人趕下台 就很難看了 而且我突然發現一件事情 還記得柯文哲之前 周圍的那區 第一代的母姐會的成員 好像最近 都不見了 都不見了 黃珊珊 智涵 連陳佩琪都要退休了 很奇怪 周圍現在取而代這是誰 換成第二代母姐 那個吳怡軒了 然後最重要的是誰 就是旁邊站的就是黃國昌 黃國昌開所有的活動 開直播辦活動 周圍都有很多民眾黨的 從政人士跟隨 反倒是柯文哲旁邊 只要站上黃國昌 跟的人就多 如果柯文哲旁邊沒有黃國昌 感覺起來好像其他的政治人物 尤其是民眾黨的政治人物 對於柯文哲而言 都異性藍山 我不能說這是個指標 但是這是個風向 代表漸漸民眾黨的風向 從艇科漸進的轉為艇 艙 艙 對 這個問題到未來會不會 越來越嚴重 我不知道 但我只能講 功高一定會震主 而柯文哲 我絕對不相信 他會默默的看著黃國昌 繼續做大下去 所以接下來 我覺得精彩可期 519只是個開始 520之後 伴隨著很多的國際議題 攻防的時候 柯文哲他的身世 能不能夠拉回來 還是舞台繼續的 被黃國昌左 繼續站得下去 我們讓阿妞好好來分析一下 這個柯英哥 柯英哥跟你說 柯英哥保留體力 保留體力 因為接下來 現在這個遊戲正要開始 我們準備要來談徐小新了 你先敘事代發 濤光養晦一下 稍後就輪到你 我們說到了巧新這一題 現在大家真的講都要小心 因為巧新很關心各大節目 關心各大的來賓們 到底講什麼 一字一句都要講清楚 尤其現在巧新列車正式發車 哇我跟你說 在推一台車上面的人 大家說 哇他們到底是吃了什麼 怎麼那麼嗨 通通上了這台車的人 都要對幹外交部嗎 來聽一下 請所有的 這個支持徐小新的朋友 我們站出來 我在這個禮拜三 我會到中常會去 要求我們的這個 黨中央 我們的主席一定要站出來 支持徐小新 我們不許上街頭 我們不許再試得到 這個外交部去丟雞蛋 表達我們最嚴重的抗議 哇國民黨現在通通硬起來了 我們要去外交部幹嘛 我們去丟雞蛋啦 炸雞蛋啦 竟然敢處理我們的巧新 所以代表巧新現在在黨內 真的夠大咖 大家為了他不惜粉身碎骨 尤其你看 昨天趙紹康也特別出來說 我想問一下上公司 趙紹康現在也衝很前面 他說 根本就是法有問題嘛 所以國家機密保護法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反滲透法 徹底給他修 因為我告訴大家 如果不應該被核定成密的 硬要把它核定成密件的話 好啊 那現在這些公務員 是有問題的呢 尤其他說 如果要這樣的話 通通給我修 然後呢我們就整死公務員 我想問一下上公 現在國民黨是怎麼一回事 整死公務員 炸雞蛋 不准上綠營政論節目 賴斯堡說開扁無召謝 現在是怎麼樣 好像幫派一樣 痛打外交部喔 現在喔 現在這個時候 我們見到的是 國民黨史上近20年最團結的一次 為了巧心 你看多團結 你看戰鬥人 包括立委 包括議員 包括朱立倫 你只有兩個選擇 一個叫做不講話 一個就是幫許巧心講話 那 唯一 唯一裡面你看那個野生動物 保護法要適用的呂家凱 大家好好保護他 唯一一個講不一樣的話 結果是什麼 有人要喊 那個黨紀處分 有那個 你已經搞到一個就是 黨內所有人都好像不能批評許巧心喔 你批評就有人說要黨紀什麼一大堆的問題 當然這裡面 我是覺得事情越遠 越有一點讓我覺得離譜了啦 趙少康算理戰鬥人 大概支持許巧心嘛 我常說 呃 依據憲法上面吧 立委有三大職權 一個叫做質詢權 質詢 你看嗎 不是13號15號要安排議程讓 國民黨立委輪番上嗎 車輪戰 質詢 質詢 質詢錢 然後一個國防外交委員會的趙偉公然說要排議程讓大家上 好讓大家去 欸 你把趙偉行使職權是為了個人利益 為了個人 這是一件非常讓人覺得 你把立委員的委員會當成什麼 好 第一個 質詢權 第二個 呃 根據有媒體報導 許巧心不是說 如果國外來問他的話 你什麼刪預算什麼啦 等等 那下個會期 就是預算會期 好 可以可以可以清楚的知道 官會的預算 大概會倒楣 應該 胡召謝嘛 胡召謝官會嘛 然後提告的是外交部會倒楣嘛 對不對 然後檢查 各地檢查署的預算在法務部底下嘛 然後如果法院對 許小新快速判決 如果一審有罪 法院也要不要倒楣 要不要倒楣 接下來你就看得出來預算權嘛 你看趙少看現在開始要喊修法 還有一個立法權 三大職權準備集中用在許小新的身上 而不是用在人民的身上 不是用在人民福祉的身上 我說天啊 我就說立法院喔 以前再怎麼罵 再怎麼崩壞喔 還不會為了一個人去做這麼多事 把三大職權全部用到 以前還沒有看過這樣的事情 現階段可以看到立法院國民黨裡面 準備把三大職權全部要去幫許小新 我覺得天啊 我覺得難怪人家說是失智列車嘛 你的三大職權 一是監督立法 預算是為了民生福祉 現在不是全部要用在許小新身上 我覺得這個實在是讓人匪夷所思 國民黨今天怎麼會變成這樣 一個個人的行為 全黨不惜動用立委職權等等的 要去做這樣的事 我覺得這真的令人匪夷所思啊 我覺得國民黨就放手吧 就讓許小新的個人行為 個人去負責嘛 其他什麼立法 立法權啊 預算權啊 質詢權啊 其實用在你監督與問政跟人民身上 不要用在許小新身上 為什麼小新這麼重要 整個國民黨就是一定要幫助小新 鞏住小新 空戰總司令是不是 連朱立倫他們都是空戰總司令 麾下的小兵 不然呢 不然呢 我真不懂為什麼一個第一 國會第一大黨 所有這邊喊那邊喊的職權 都要用在這個身上 我覺得我真的匪夷所思 如果各位回過頭來看一下 國民黨現在的要用質詢啊 律法啦 預算啊 是為了許小新 請問各位你們下一屆選舉的時候 你們是選一個為國家為社會為人民的立委 還是為許小新的立委 我真的匪夷所思耶 我真的沒有想過 就是說我看立馬院從第一屆看到現在 真的沒有想過會發生這樣的事 真的沒有想過 以前不管大家批評來你包裹立法 你什麼立法怎麼樣都還是一個說 我行政院我要什麼 這邊黨我要怎麼樣怎麼樣的 很少看過為一個人動用三大職權 而且這個三大職權還是憲法明定的三大職權 我覺得這真的是 我真的不曉得怎麼講 上公你看過這麼多屆立委真的是第一次看到這種事 對啊 反正我批評國民黨這一屆的素質差也不是第一次了 我覺得如果搞到這樣的話 我覺得國民黨的立委自己去思考一件事 你們到底是為人民為國家還是為小新 確實大家都說 現在我們選出你們來當立委 你們也變成第一大黨了 結果你們把職權通通都在小新身上嗎 上公剛剛這個呼籲也是相當沉痛 然後這個活化石看了這麼多 竟然發生這種事合理嗎 但是上公我覺得你剛剛說話實在太real了 昨天我們乖乖同樂會你沒有加入對不對 來啦 你剛剛有點不乖 先吃兩顆 乖一點 等一下再來講 等一下來賓每個人都要吃 因為這個小新會看 小新的團隊會看 我們要小心 請你們吃了就要乖乖 好了你現在先趕快吃 但是我們同時也要看到了 哇 昨天趙少康力挺小新說修法 還說反告外交部整死公務員 論述怎麼說的 聽一下 我要告訴大家 做了這個過程當中 第一我不後悔 第二我會堅持追蹤到底 第三吳釗燮在禮拜三 馬文鈞委員有排案讓他來立法院 我們會繼續執求對決 你用什麼法來辦人 這個法不合理 就修這個法 就是說你不應該合定成命 你把它合定成命 誰合定我就要告你 你就爛權 你就要處五年以下的期徒刑 那有什麼好處呢 比如說徐小新 就可以去告外交部 說這個人不應該密 他把它合定為密 那檢察官就要展開調查 整死這個公務員 我告訴你 好我想問一下仁俊哥 好啦雖然剛剛發這乖乖人家說 可以用這種所謂的私自列車來講 國民黨笑一笑 但是其實很多的公務人員 外交部的人員 他們是完全笑不出來的 他們覺得這是一個很沉重的一個話題 你看趙少康說 外交部核定那個機密文件 是濫行核定 因此徐小新要反告這個公務員 他高聲表示 我們要整死公務員 哇 直接這樣子跟公務員來嗆聲 尤其你看他們的前副市長 你看這個李永平 李永平說什麼 聲援巧心 絕面挺巧心 再也黨立委要把自己不應該 認為不該加密的密件通通公開 全部丟 然後喊話 我也是徐小新 你來告我吧 這樣子這個案子就會累積到 這個檢察長出面說明 形成通案 最後就來修法 你怎麼看 其實我覺得國民黨 其實這個訴求也OK 他就先 因為看剛剛那個 昨天那個記者會 也有立委在 也有議員在 如果大家那麼挺這個 趙少康的那個論述的話 就乾脆回去把自己 縣市政府那些 就拿出來公開 對不對 那你說要核定密 就亂核定 哪一個單位有核定 比如說這個博弈 如果台北市政府 對不對 你可以把那個 看哪一個局處的 然後抓出來 怎麼可以亂核定 覺得不合理 講萬一我相信不會對 應該不會對博弈怎麼樣 或不會對國民黨議員怎麼樣 那就解決了 可是你可以看得到 我覺得挺 徐小新要看挺什麼東西 有些東西你講說 徐小新他剛剛很慷慨激昂 不後悔 繼續追追 那你就繼續公開 你不是也有那個嗎 別貼了 我支持你 直接丟 直接再公開一次 因為你既然要繼續追 你的依據來是這一份 但是你又講說沒有 你是根據什麼 什麼外國雜誌的 所以也搞不懂 到底是依據哪一份 我其實覺得 對國民黨的朋友來說 那個壓力其實很大 我真的必須講 我其實不贊成 我相信博弈很聰明 我不贊成博弈去做這種事情 因為很簡單 你要修法 你去法修了之後你再做 我覺得你還可以講說 我推動了修法 你法沒有修之前 你要做這種事情 就是承擔 你說透過一個方式 告訴大家講說 我告訴你 我們事實上可以有一點 什麼法律上的實務作為 我們可以去輪番側輪轉 然後去給外交部壓力 讓外交部自己去跟地檢署說 其實我們不希望 徐曉星被起訴 你這個球也很會踢 先踢到外交部 再叫外交部 就去給地檢署 叫地檢署自己去衡量 是有這樣的嗎 如果你今天真的覺得說 OK啊 我今天說願意這樣 我義無反顧 你要乖就要乖 我覺得大家還佩服你 就是最少敬佩你 不管你是不是什麼 臨北還是什麼老娘 那個都不重要 所以當今天一堆人出來喊 尤其像說剛剛提 這個國家機密保護法 法的東西律師在這邊 應該比我們清楚 今天這件事情 剛剛講說誰修 誰訂了這個法 誰弄這個 我們就去告他 徐曉星這次被告的 好像也不是國家機密保護法 是刑法 它是刑法 國家機密保護法 機密集機密 絕對機密就是三個 他這次公布的那個密集的核定 其實沒有在國家機密保護法的 的範圍裡面 如果有 那就會用這條罪 就沒有 就不是在這樣 我不知道為什麼一直在糾結 就是說要去修國家機密保護法 你要修到什麼程度 你就修嘛 就像說要修這個反滲透法 我也真的很好奇 所以你那個反滲透法 你到底想修哪一條 第一條是為什麼要定這個法 第二條叫做反滲透法 那個定義是什麼 最後一條叫做自這個本法自公布施行 公布施行施行 你其他要修什麼 現在也沒有聲音了 喊喊我也不知道要幹嘛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今天用整死公務員這五個字 其實我不覺得OK 國民黨自己也有這個執政的縣市 很多公務員也是在攬一下 今天哪一個執政的縣市會說 好我今天自斷手腳 國民黨可以啊 就要求就是自己的這個縣市首長 就大家出來一字排開嘛 為了響應取小心 本府自即日起 不再核定密集以上文件 一定經過議員們同意 或者公諸社會大眾 尋求共識之後才予以核定 就很簡單嘛 你就叫大家一起通用 就不用搞到修法 這都不用你們就自己可以上 但你沒有人要碰 所以我其實覺得就是說 我們有很多國民黨的朋友 對於支持許巧欣 我認為支持的程度會說 好啊 就像當時 國民黨一堆人去罵說 民進黨瘋狂失智 一堆人什麼全堂挺藝人 挺林志堅什麼什麼的 那國民黨現在有要到這樣嗎 就你今天的這個挺 你如果說支持許巧欣 跟外交部分戰到底 我就說真的 那嘴講很簡單 為什麼 那用誤給許巧欣 也不是你們這些 就大家說要挺或幹嘛的 其實都沒有真正的 真正的說我拿一個實質上 好 我們就跟著許巧欣一起公佈 我們不鼓勵這種行為 我說實話 就是說這個跟政黨的意識形態 其實是無關 我剛剛特別強調 如果國民黨的朋友 一直覺得就是說 我們今天為了凸顯 這個密集的荒謬 你們自己也有核定機密 核定密集以上文件的權利 你們就公開聲明放棄 以後市府通通通都不要 議員什麼都拿出來 通通都不要擔心 反正我們密是密好玩的 只是我密你 你密我 以後大家不要密來密去了 然後你們想公佈就公佈 有哪一個行政黨 會不會願意這樣宣布的嗎 不可能嘛 就你回到 我剛剛講說 吳宗憲那個說什麼 他的建議叫做法律上的實務經驗 說什麼實務的做法是這樣 讓我們也講 行政部門很清楚的知道 在行政部門實務做法裡面 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方式 我們有一次一直在提說 你看跟當時這個買疫苗 什麼什麼一樣 什麼都機密核定 然後一核定二三十年 我認為程度上還是不同 當時大家在質疑疫苗的那件事情 是說我們這個很多資訊是完完全全 你也查不到不敢 他這一次其實是因為他發了 喊給了你的這個立法委員 他不是完全不讓你知道 而是因為你是一個立委 你基於你的這個所謂的身分 他必須告訴你 而你在立委得到的這些資訊之後 你能不能自己加以判斷說 我覺得你憑什麼給我用命 所以我想幹嘛就幹嘛 怎麼樣上公 提供的是完整備忘錄 對嘛 是完整的版本 對嘛 所以我剛剛講就是說 他不是一個完完全全 什麼都不告訴你 然後我自己想辦法去把它挖出來 說我發現一個什麼 好可惡好可怕 今天這個狀況完全不是 剛剛社工特別強調 說我是把完整的備忘錄 我們跟捷克方面 我們怎麼往來 怎麼談些什麼東西 我全部都告訴你 因為你是立法委員 結果我說我可以自己來評斷說 憑什麼 因為人家雜誌有寫 因為雜誌有 雜誌有把備忘錄全部寫出來嗎 如果有你又何必遮遮遮遮的 那你第一時間就講說 我就是念雜誌給各位聽 然後我從雜誌裡面 我懷疑什麼 對啊 這些階段到目前為止都是懷疑 我其實滿期待 徐曉星其實就真的丟出一個什麼 找出個弊案 對 就是好 因為他懷疑了很多 為什麼 每一句號都是問號 為什麼不直接給他錢 為什麼這個協會這個單位來 難道是介入內政嗎 然後為什麼你今天要跟國內買 是不是哪一些跟你關係好 這是他的質疑 可是我就講 你真正在打的案子裡面 其實是說 你接下來再繼續說 好 其實你們打我的時候 我告訴你 就是因為我揭穿了你什麼事 結果沒了 他說他繼續揭斃 揭哪一個幣 我好像就很 就像大家在質疑客問責 你要講 你要講清楚 現在看起來沒錯 我就講 嘴巴上的挺我都可以理解 為什麼人情壓力 人情事故 同黨的都又在一起 你說不支持 不幫忙講兩句話 我覺得也太那個了 但是動不動就要用拿公務人員 甚至說整死公務員 或者是說我們就來修法 很可怕的立願 其實永遠都是這樣 為了一個特定事件修法 就已經很荒謬了 現在為了特定的人 因為怎麼樣說我也來修法 而修的那個法 又跟這些事情 沒什麼關係的時候 你真的覺得 還不知道到底在幹嘛 所以我想問一下阿苗 很多人說 這個現在是國民黨的失智列車 已經在啟動了嗎 但是人家說 巧欣現在是無所不在 無孔不入 所有的節目他都今天看 我們說一個正常的社會 應該可以融得下不同的聲音 巧欣今天丟出了這個蜜件 好啊 這個各自歸對 有人覺得說這就不是蜜 蜜 不是蜜 有人說這個就是蜜 大家都拿來討論 但是法律擺在前面 你不用遵守嗎 但你來看一段 連韋漢哥在直播的時候 巧欣都現身了 因為我並沒有特別發一篇文章去講 國民黨現在失智列車 但是真的讓我覺得說是這樣 有這種感覺 國民黨當然應該要支持 徐巧欣去揭壁嘛 國民黨當然應該支持 國民黨的立委去找到 行政單位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這個當然啊 可是你不要公佈那個文件不行嗎 開地圖報今天不怕 藍綠百我都罵 藍綠百都來罵我嘛 好巧欣說外交部回覆 巧欣我覺得你有很多話要講 不然你要不要明天或後天來我的廣播 反正九點個回立院好不好 阿苗昨天是偉漢哥在直播啦 就是巧欣啊 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 抖內啦 告訴他說他也有他的回應 偉漢哥受不了說 巧欣要不然你就來我廣播一次說清楚好了 但是你看現在是什麼氣氛啊 偉漢哥不行 呂家凱不行 家凱現在已經退掉所有的節目了 我們節目他也都退 五月他都不打算要上節目了 因為跟巧欣這一波嘛 被罵爆了 藍茵甚至說祭出黨紀 然後這個進上綠營節目一個月 通通立體許巧欣 現在說可能要來做開除祭出黨紀啊 針對於不同的角色 另外啦還因為這個有記者關係 他跑去問記者說 誰有做沒假的 我檢查一下 我也有做齁 你檢查一下齁 然後再來說明天吳釗希要進立法院 是不是好教訓一下 好好的立委車輪站一下 欸現在怎麼感覺塑造這種氛圍怪怪的 這個氛圍不會怪啦 因為我覺得現在許巧欣喔 就是國民黨的新共主 這個氛圍完全是 無庸置疑 不容許 什麼叫做共主呢 有三大特色 第一禁止批評 你知道任何政黨裡面 當然一定都會有相互批評的地方嘛 國民黨民進黨每個都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那國民黨裡面 以前相互批評的很猛烈啊 許巧欣也批評說 傅昆旗是潛伏在國民黨身上的病毒啊 對不對 都是可以批評 唯獨有一個不能批評 叫做共主 如果你是這個黨的主人 大家都團結一心要聽你 絕對不可批評 那很厲害 朱立倫可以批評 傅昆旗可以批評韓國瑜 罵爆他沒關係 巧欣不行 這個味道 像是2018年的韓國瑜 對不對 當時韓國瑜奇蹟似的 贏下了這個國民黨的監困選區高雄 變成國民黨的共主之後 任何啊這個 批評韓國瑜的馬上 就會遭到韓粉大量的出征 對不對 共主嘛 第二 從禁評 禁止批評之後呢 第二步就是你要為他量身打造特權 昨天戰鬥欄的記者會 趙超剛提出的主張很好啊 許曉欣犯了什麼法 我們就把那個法修掉 對啊 好厲害啊 可是這邏輯不對吧 應該是說 你覺得有問題 你是修了再來丟這個秘件 不是丟了之後說我要修 因為現在許曉欣已經公佈了 來不及時光倒流 對不對 所以呢 許曉欣如果誤處罰網 我們就把罰網剪掉 對不對 如果萬一以後呢 這個許曉欣他家裡的詐騙案真的出事 國民黨把詐騙修掉 對不對 就讓許曉欣 絕對不會變成詐騙的幫助犯 這個叫做量身打造 就是你今天這個共主要所向披靡 所以你絕對不能讓他遇到阻礙 量身打造 第三呢 就是這個共主啊 在這個黨來說 等於是神主牌 對不對 神主牌好 整個黨好 可是如果神主牌不好 整個黨一起沉船 對啊 2018年韓國瑜就是這樣 霞韓粉以令天下 整個國民黨莫敢不從的時候 他要選總統了 國民黨也沒有人敢出來說 此時不宜對不對 結果2020年總統一選下去 本來國民黨已經是囊中務了 他說又要政黨輪替了 又要把國會跟總統拿回來之後 在韓國瑜的帶領之下 殘招滑鐵爐 巧欣現在就是這樣子一個問題 今天巧欣身陷爭議 不是他接了任何幣 我都想問請問巧欣當議員 一直到當立委的現在他接過哪個幣 沒有人家說接幣女神 對 但有什麼成名做 接到哪個幣 金華城的隆基弊案在他家對面 他有接到嗎 沒有 我選區在大安文山 我都接到 他家對面的弊案 他沒接到 他家自己有詐騙集團 他揭發了嗎 也沒揭發 根本沒有任何揭壁的代表作 對啊 可是以現在來講 他為何深陷爭議 因為第一個 家裡有詐騙集團 第二個 財產生暴亂七八糟 第三個 還要用泄密來掩蓋 家裡有詐騙集團 一百萬金流 講不清楚的事嗎 昨天還在講說 我已經被攻擊滿月了 沒有 是他的一百萬金流 講不清楚 已經滿月了 已經滿月了 一張衛生紙沒有講清楚 已經滿月了 那以現在來講的話 他想用泄密這件事情 來轉移焦點 有沒有轉移焦點 有 因為現在詐騙的事情 很少談了 變成在談泄密 可是你把焦點 轉移到另外一個 中間選民 更不能接受的地方嗎 我想中間選民 哪一個中間選民 喜歡看到立法院裡面的立委 在違法亂集 隨便亂公佈立院密件 今天這個案子 活化史已經講解過無數次 這個案子沒有吹哨者 這案子不是政府裡面 有人看不下去 說這裡有弊端 拿出來吹哨 這個是立法院請你監督 立法院自己把這合約送到 行政院 外交部 自己把這個送到你立法院 請你來監督喔 請你備查喔 如果說你三個月之內 對這案子有意見 你立刻召開秘密會議 你甚至不准與備查都可以喔 你立刻召開秘密會議啊 馬文去幫你啊 我剛才看這個戰鬥欄的記者會 他還要講說這個案子 我絕不放手 那請問你秘密會議 召開了沒有 你叫馬文去幫你排嘛 我們馬文去禮拜三 已經請外交部 無召謝來到我們這邊 你這個案子 你說有弊案的時候 你就秘密會議開下去 你給他查啊 你就叫外交部 給你回答 說這個錢到底都流向何方啊 可是問題是什麼 你就是要破壞這個制度 現在許曉鑫 他是老娘了 對不對 他說他是老娘了 老娘團來了 許老娘不管你 國家制度是怎樣 反正許老娘 愛怎樣就怎樣 我覺得這不是秘密 我就把它公佈 那好啦 你在國防外交委會 未來是不是潛進國照 你看了喔 這個圖我看了 覺得沒什麼秘密 你把它PO上網 對啊 未來你是不是打著 監督政府預算的名義 今天我看到國防預算裡面 有這個機密的經費 小心說不是就不是 這個每天花了好多錢啊 去中國布建這個監諜耳目啊 不行我要監督 請問我現在 許曉鑫立刻公佈 我們在中國布建的多少耳目 小心在外交國防委員會 對啊 所以他現在就是要來破壞制度 許曉鑫他是什麼神 他是制度破壞神 國民黨把它當成神主牌 沒關係 繼續看選民要不要接受這樣子 未來 如果按照他們這樣講 可以的話 乾脆啦 直接請這個 傅崑奇提修法 以後國家機密的核定 就由戰鬥欄委員會來核定 榮譽主委趙少康 主委徐巧鑫 對不對 然後主委徐巧鑫覺得 這不算機密的時候 就在主委的臉書公佈 這樣子好不好 反正你們現在都立法嘛 你們就這樣子搞啊 再這樣子搞下去 你的神主牌 國民黨你要用徐巧鑫當神主牌 就盡量繼續下去 好那我想要問一下這個黃律師 你看啦我覺得現在這個 所謂私自列車更有人形容說 好像一台大卡車 巧鑫 趙少康在副駕 一起開 然後全部衝撞那個法律大門 通通無視法律嗎 你怎麼看巧鑫 面對到這件事情 人家說黑金專主直接上門了 當然說之前 因為有所謂的詐騙案等等 並案來做處理 人家說黑金專主來出手的話 巧鑫真的要小心 另外還有個點是 巧鑫現在告一個網友說 跟騷法 你跑到我家樓下 在那邊晃來晃去 我心生畏懼 所以我要告下去 人家想問一下專業的律師 告得成嗎 跟騷法的第三條明文規定 他是必須與性跟性別有關 這個不當的 像追求者的這種情況 他才會是跟騷法的適用 許曉鑫對於去那邊的網友 大多數應該都是質疑 包括四叉貓說他家的天井違建 許曉鑫一直沒講 然後包括說是不是有都更利益 網友去朝聖 這些人跟性跟性別都無關 他就不是跟騷法的適用的範圍 而且我們剛剛說到最新消息 貓貓申請入權申請過了 律師你繼續 所以四叉貓真的是很 行動派 行動派 應該這樣說 他說應該四叉貓下一步 應該是天井違建 他一直問許曉鑫 許曉鑫不敢回應 他下一步應該就向監管單位 可以提出檢訣 這入權申請過了 下一步就是去查查有沒有 這個相關的違建 那我要這樣子講 是說他用 但用跟騷法的方式 許曉鑫用這個方式去做 他其實這個法盲 就跟前面的泄密是一樣的 你又看到機密公文上面 上面就一個密字 這麼大一個密字 上面寫密等級解密條件 都有白紙黑紙 四字都看得懂 他居然還可以把它拿出來說 你看這裡面有這個MOU 後面去扯那個什麼捷克的這個期刊 完全沒幫助 是因為捷克的期刊裡面 沒有MOU 那個裡面沒有那個內容 他講說捷克期刊 有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們目前最高法院的見解 是說已經公開的秘密 就不再是秘密 捷克期刊如果有MOU 許曉鑫可能可以過關 但是期刊的內容 經過外交部檢視 連那種外國的網紅都拿出來說 那個期刊裡面沒有 你跟你跟你許曉鑫泄密的內容 比對起來 就不相符 所以許曉鑫的泄密 還是一樣是泄密 但是趙少康沒有搞清楚狀況 為什麼 許曉鑫泄密目前被地檢署偵辦的是 刑法132條的普通泄密罪 跟國家機密保護法沒有關係 所以趙少康要挺許曉鑫 然後也沒搞清楚被辦的法條是什麼 說我要去修國家機密保護法 國家機密保護法修100次 都無助於刑法132條 許曉鑫被辦的這件事情 所以趙少康沒搞清楚 但是他講出要整死公務員這件事情 我相信整個公務體系是跳起來的 一定炸鍋 為了許曉鑫去個案修法就夠荒謬 然後你要目標還要整死公務員 這個是非常荒謬的講法 這對於台灣國家法治的這個嘗試 或者是尊重 基本尊重都沒有 另外一個是什麼 李永平其實也是非常誇張的 他第一個他講說 因為黨要黨紀 禁上綠媒要去挺許曉鑫 禁止一個月 這個其實是 我覺得對國民黨來講 是非常不健康是說 我真的是剛才像阿苗議員講的 神主牌出現的 原來是許曉鑫 共主是許曉鑫 然後所以黨紀要為了許曉鑫去處罰 其他人去上綠營政論節目的人 這個是非常荒謬的 另外一個是什麼 他說呼籲藍白的立委 也要去用洩密的方式 大家用洩密的方式去逼檢察長 這有兩個層次 第一個是說 逼檢察長就是想干預司法 第二個是說藍白的立委 我們不要說白的會配合 藍的五十幾個 如果一人洩密兩次的話 一百多件進臺北地檢署 檢察官辦案已經夠辛苦了 你要給他一次加一百多件進去 然後我要這樣子講 立委沒有公務機密 誰可以核定 誰可以判斷是行政機關 北檢的檢察官也好 司法也好 他會尊重主管機關對於機密的判斷 不是立委說我可以解密就可以解密 也不是檢察官說我認為該解密就解密 認定為機密他就有解密的條件 沒有經過解密 這個過程江啟臣其實有說明 他說如果你拿到機密的文件 就是開這個秘密會議 然後你要去審查 他不是因為列為機密之後 就不會被監督 不會被審查 是你要用另外的方式 來進行監督跟審查 國會一樣有權利去質詢 一樣有權利去把關 但是你把它公開之後 沒有經過解密條件公開之後 檢察官就是直接看了就是泄密 那泄密你現在國民黨如果要用五十幾個立委 同時去跟徐曉昕一樣做同樣的事情 這個法盲的程度就是造成現在目前第一線檢察官嚴重疲勞 加班加到不行 然後對這個案子一點幫助都沒有 另外一個是說徐曉昕去告跟騷法之後 我看昨天這個無良公關有特別出來講 他說他根本人就那個時間點被拍照的人就不在現場 如果去虛構一個事實 因為無良公關他有講到說 好像跟徐曉昕過去有一些官司 如果是有私院的情況之下 他人不在現場 卻被徐曉昕指控還報案說有耕燒法 耕燒法 如果耕燒法 我們剛才先不要講說徐曉昕去曲解耕燒法 耕燒法本身的刑責是一年也要去徒刑 他也是有刑責的 我去報案說某某人跑來這邊進行耕燒 實際上這個人根本不在那裡 照片也不是他 甚至這個無良公關說當時他在上班 他還有不在場證明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虛構事實現人於罪 這個在目前的實務見解裡面 就是誣告罪的構成要件 誣告罪是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他是比泄密的三年以下還要中的 所以徐曉昕在這邊 他濫用應該說濫用了 耕燒法是一件事情 用耕燒法是指控了一個人不在場的對象 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無良公關昨天講說 他跟他的律師討論了 會不會誤反告誣告是另外一件事 所以你看這段期間以來 從一開始的家族 徐曉昕家族的洗錢到詐欺的案子 討論了很久之後 他用了很多種方法來轉移焦點 也成功了轉移焦點 我們現在去討論的泄密 討論了進一步有沒有誣告 有沒有耕燒法 但是他每一個行為 都是因為法盲去觸及到法律 這個是民主台灣法治台灣 完全不能接受的事情 確實現在巧欣變成是國民黨的新潮流了嗎 變成國民黨青年軍的這個所謂的共主了嗎 現在對他是不容之一 但稍後我們繼續來爬數一下 呂家鎧在我們節目 這個翻車現場 就在本節目的廣告時間 順便推廣一下 我們這個掃描一下QR Code 可以加入我們的廣告時間 持續來直播 在發生這個廣告時間 就出現了翻車現場 博藝哥 Are you ready? 你準備好了嗎 現在巧欣說不定在看喔 現在藍應該怎麼幫巧欣來辯護這件事呢 給你一個廣告來思考一下 賴清德的家是一個大違建 而且連建造都沒有 我家是一個合法居住的範圍 是我們自己花錢去買的 是完全不一樣 而且賴清德的家裡 根本沒有住人 裡面住的都是為安人員 所以我想呢 要針對這個事情 去洗大家的記憶呢 真的是把民眾都當成是驚於腦了 完全不一樣的事情 我先去問一下這個佳裕委員 再給博藝哥吃一下乖乖 我想問一下佳裕委員 你怎麼看啊 巧欣現在說 我家合法啊 你們幹嘛跑來看 是賴清德違建 所以我才跑去打卡啊 那人家問巧欣 那天井的問題 你要不要回答了 我們要去看 你才知道有沒有所謂的天井啊 但是本節目還是要說清楚 我們不要莫名其妙 跑去人家樓下 這樣也會讓人家不舒服 我們盡量避免這樣的行為 但是我們要講的是雙標 巧欣跑去別人家 可以 別人跑去他家 不行 有這種事嗎 我以為你怎麼看啦 除了這件事情之外 欸 欸 國民黨容不下任何其他聲音欸 呂家凱現在被搞到通告 全部退掉 現在有藍營的長輩說 要這樣嗎 以後通通不准去上綠營的節目 禁止一個月 只能挺許巧欣 許巧欣現在是國民黨 新潮流的共主 甚至未來可能是國民黨的黨主席 因為他現在已經可以指揮 趙紹康 朱立倫 傅崑奇 什麼黨主席 總統候選人 總統候選人 全部都幫他背書 那問題就是說 許巧欣之前是台北市議員 剛剛講身為台北市議員 許巧欣任內到底做了什麼 更何況她是松山新義的市議員 她說金華成龍基率干我X事 怎麼會不干你的事 第一個 你家就在那裡 第二個 你是松山新義的市議員 你更應該去了解 金華成龍基率整個變更的背後 我跟苗博雅一個內湖南港 一個丹安文山 都不干我們的事啊 也不是我們的選區啊 我們比他還要關心 而且我們堅持392 不能增加到845% 那為什麼許巧欣一副事不關緊 甚至我們在講說 這個許巧欣她當初 怎麼買到這個房子 這整個貓膩 許巧欣到現在也沒有講清楚 她2021年買房子的時候 金華成整個旁邊的 這個西北側的這些房子 已經在談都更整合 那許巧欣她是如何買到 1000多萬 然後即將都更的房子 因為大家都會認為說 在那個時候 期貨可居 大家都知道即將都更的時候 這個房子的利益 絕對不是只是賬面上 到底誰會在這個時候 去賣她房子 而其中金華成 自己在裡面 也有三四戶的房子 再加上其他人 這個互相競爭的情況之下 許巧欣去買這個房子的用意 是不是要去推動整個這個都更 包括她老公 又身兼這個什麼 都更發展協會的理事長等等 這個其實就已經非常明顯了 結果許巧欣說 都更是每個居民的期望嗎 但是大家還記得嗎 前幾天的時候 他在友台的節目 他接受主持人訪問 他說 我房子才剛買啊 我才剛購 我不要都更 我沒有要都更啊 現在又說都更是每個居民的期望 所以到底要不要都更啊 所以是不是最雙標的就是他 今天講一套 明天又講一套 而這整件事情的瓜田裡下 許巧欣他最應該面對的就是 這整個容積率的變更 你自己有沒有受益 你當初在買房子的時候 知不知道即將要都更的事情 而整個過程中 你的房子是跟誰買的 到現在沒有個招待 這個房子是在房仲介紹的嗎 是在網路上看到的嗎 還是親朋好友介紹 還是誰介紹他去買這個房子的 到現在這個房子的前手是誰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所以呢 許巧欣在面對這整個這個房子的爭議 到現在說不清楚之外 還要整個國民黨來幫他背書 那背書之外呢 剛剛講喔 這個所謂的一言堂 完全是為許巧欣量身打造 這個呂家凱 我們剛剛還在同情他 聽說他這個禮拜 也退了 節目都不能上 本來禮拜五要來我們節目 當然通通退 他這個月都不上了 這個月這個月今天才幾號啊 十四號耶 還有半個月的時間耶 呂家凱被禁聲 而且不能上節目 但是呂家凱到底做錯什麼 他只有在節目的過程中 跟許巧欣 LINE 而且他LINE說 你有什麼需要我幫你解釋的 或是什麼需要我們回應的 我們都可以幫你啊 那問題就是說 他沒有說任何 任何話去污蔑許巧欣 結果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竟然要被禁止上電視 甚至國民黨裡面還有李永平 出來說 以後要禁止這些國民黨的這些議員啊 等等去上綠營的節目 欸這個事情有這麼嚴重嗎 這個事情為了一個 當初那個總統大學的時候 侯友宜大家講的對不對 講成這樣也沒有人去說不能批評侯友宜 而且許巧欣當初就是自己批評侯友宜的人耶 他可以批評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都沒有人出來說 許巧欣你不能這樣批評我們自家人 結果現在是全黨不能批評許巧欣 許巧欣可以批評國民黨的任何人 欸國民黨到底怎麼了 那不然你們就讓許巧欣當你們的新主席就好啦 好但是呢我想問一下博弈哥喔 你看喔這個巧欣你看啊 剛剛家喻委員講到啦 他對自己黨內的同志就連是總統候選人 他話都沒有在客氣呢 之前他說這個侯友宜怎麼講 他直接說欸這個侯友宜 民調差你 要看看自己有沒有問題啊對不對 他最討厭情緒勒索了 侯伴不要再情緒勒索他了 敢話敢言 但現在他的事情自己發生問題了 人家敢話敢言就不行了嗎 欸昨天這個戰鬥欄記者會發了一個 乖乖桶 是要誰乖政府乖還是叫一些 上綠營政論節目的藍營的民代們乖一點嗎 巧欣不要生氣我也先吃一顆我也乖 過度解讀 過度解讀 先問大家一下巧欣的事件 剛爆發四月中的時候 還記得是什麼事件爆發嗎 大家還記得嗎 講的是詐騙集團等等事情嗎 那一路下來經過多少的轉折 不管是說他的穿著 不管是他的家人 不管是他買的房子 不管是都更 已經扯到非常歪樓了 我個人認為針對巧欣 如果有法律層面的監督 我完全贊成 因為身為一個民意代表 法律的操守是最低的底線 你覺得不能破 所以你覺得洩密這件事情 有沒有法律的底線 我覺得洩密這個事情 老實講已經進入司法程序了 我沒辦法說對或錯 但是在過程當中 當然要更小心更注意一點 這沒有問題 但最後就有法官來判 到底是國家機密 還是一般機密 這個我不能夠說 那你認同向李永平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把那些我們覺得 不該是密的 通通給他拿出來 密件通通通拿出來 要挺就要挺到這個地步 我覺得密件的設定 不會是國家折羞部 如果這是密件 當然該當密件 毫無疑問 但是如果那個密件 沒有到達等級 卻偏偏要密件 來做一個折羞部 讓民眾所無法看到真實的情況 大可不變 那議員你會不會覺得 順序有點不對了 你們應該是先質疑 這個密件到底有沒有問題 我們把這個法修完之後 我們再來丟密件 而不是丟完之後說 你法有問題 這順序不對啊 我覺得這當然可以來討論 就是我們現在黨團 提出來的問題 跟民眾所看到的見解 是不是完全是一致的 我覺得必須來討論 畢竟民意代表 是民眾所選出來的 最後的結果 還是要以民意為一規 這當然可以討論沒問題 但問題是 如果現在聚集要巧心的點 很多都是在觀感層面上面 我覺得大可就不必了 第一個 房子要不要都更 先說啦 我相信絕大部分 他們都是希望能夠都更的 毫無疑問嘛 可口內線啊 他自己說的啊 但是問題是 只要他的房子是合法買賣 我相信沒有問題 不可能是非法買賣 合法買賣的 我不曉得有什麼好爭論的啦 包括你說他的信箱裡面 去看到他有個都更 什麼意願書 意象書嘛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只要是都更的範圍 都會塞這個書啦 不管你是要都更 還是不要都更 那是問你的意願的問題啦 跟巧心是不是 為了想都更而買那個房子 是截然不同的關係 所以我說就法律層面來探討監督巧心 到底適不適格 絕對沒問題 這是應該做的事情 但如果現在很多已經歪流到 想用光感層面 道德層面來綁架巧心 我覺得完全沒有必要 因為對一個人而言 他只要是在合法的範圍之內 我們都是給予他 我們是在講說 他是身為松山新義的民意代表 然後他在買的房子 就在金華城的隔壁 而這是因為他要監督 他要去了解的 可是他全頭到尾都默不吭聲 他就是放任希望金華城隆機率是840之外 他到底有沒有協助在推動 因為之前也有一些會議紀錄 就是他說是他的助理去的 他說助理去都不知道 包括他的老公也是這個都更發展協會 所以我們現在就說 他這個房子 到底整個買賣的過程 是不是在後面 是有什麼樣的動機 而去協助推動的 不是 我想 我在哪個地方買房子 跟他旁邊到底會不會都更 這兩個是完全天差地別的事情 金華城都更完之後 不是代表巧心家變840% 沒有啊 這兩個不同的事情 不是 因為他買了那個房子 然後希望這個 整個這個 金華城 松仙信義這邊 變成可口內線 變成什麼內線 不是也有那個公文嗎 然後推動那裡的都更啊 不是 所以他就藉由這個房子 去推動那個都更啊 所以我說這個都帶去影射嘛 對巧心而言他講很單純 他也做啦 他們家就是住在那裡 所以他母親家附近的地方 從小長大的地方 買了一棟房子 那買完這種房子 未來會不會都更 我相信總有一定會都更啊 因為畢竟是老舊房屋嘛 五十幾年了 但問題是 跟他想不想要土利 這是不同的關係 但大家一直把他 買了一個房子 因為他想都關 因為想都關所以想土利 所以去放水清華城 這是完全是不當的連結嘛 所以我說這種連結 只是就觀感上想去抹黑他 這種想法真的不需要 因為我相信巧心要操守 跟他的專業 絕對不會有任何的問題 好 這個博弈哥停到底 這個巧心這一段應該過過 Pass 但是我想問一下 這個520賴清德 準備要來做上任了 但是應該是新的政權新的氣象啊 但是為什麼感覺說 現在這個民進黨的很多立法委員 都很擔心呢 包括像是柯建民直接說 他希望這個韓國瑜 可以管一管啊 因為他覺得整個國會 已經瀕臨邊緣了 為什麼 稍後來討論 好想問一下上宮啦 你看喔 這是巧心的事情 被大家大量的討論 但是人家說 其實國民黨裡面 也是有非常認真的欄尾嗎 不然你怎麼看 有人形容啦 陳永康叫做國民黨最後良心嗎 包括他現在又推出一個 叫做國家安全戰略法 裡面就提到啊 說中共啊 現在其實像是蟒蛇一樣 緊緊的殘緊著我們 大家要特別注意了 另外呢像是這個金門快庭案 陳建仁也覺得他講得很好 另外呢包括說有一些的討論 這個國防部長 也覺得他講得不錯 所以其實國民黨是有一個範本 可以參照的嗎 我覺得一件事喔 什麼叫專業 其實看一看陳永康委員的質詢 包括他要推這個國家戰略法裡面了 而且他還不是立即就要推 他還要等下會期 那當然中間過程可能他會 他會再去看看法案的有沒有 有沒有虛擬補啦 或是說 你再看到那一個陸海公兵的那個 士官那個士兵的那個懲罰法 他也沒有挺巧心的那個提案 對啊 他們要刪嘛 馬文君跟那個徐曉心要刪嘛 但他卻支持行政院版本嘛 那他當然剛開始在質詢的時候 我們都認為那是一個理性專業問政的典範嘛 那其實陳建仁聽過他 他的質詢以後曾經說過一句話 就聽過有人質詢受教受益良多受教了 當然你看也有人說那是一個教科級別的一個質詢嘛 那陳永康曾經是國防大學校長海軍總司令等等 其實他的專業程度大家不用懷疑 但是他的質詢或什麼 他不是要讓你難堪要問到你打 他是彼此上都當過上將 我們直接用專業來討論我們國家的安全裡面 到底有什麼該去彌補的 該去法律怎麼樣完整的 該去戰略上怎麼樣怎麼樣 大家是做一個你懂我也懂 很多人說畢竟他不分區嘛 還沒有選票壓力嘛 我是來真的做事情啊 但是我稍後要問一下上控制 現在竟然有這個小青的粉絲嗎 還是說藍營的粉絲嗎 說陳永康你不支持小青的修法 那我們就叫你退啊 你給我退 因為你不停小青 有這種事嗎 先進廣告稍後讓您繼續來說 三公很多人說陳永康啊 他是非常的清醒 但是其中一個修法 他不停小青 既然有網友留言說 那你就給我退 你給我辭掉你的立委 為什麼要指 當立委是為了許小青當的嗎 人家覺得他政治不正確啊 什麼叫政治不正確 為了立委不為國家為個人 然後為許小青 所以修法以後國防委員會 全部國民黨的立委坐在那邊 先看許小青怎麼舉手 大家跟著舉 對 許小青不舉 大家都不舉 沒錯 可以嗎 許小青公布大家都公布 請問你 陳永康分區立委 當這個立委是為了誰 為了許小青當的嗎 他是為了國家好不好 他的問政執政 他的所有的職權 他的什麼 當然是為了國家發展 難道是為了許小青 我覺得太誇張了 如果連這樣子都可以這樣的話 那這樣子以後 所有院會啦 什麼我們請那個許小青 各位看完不要跑 記得一定要趕快 訂閱分享按小鈴鐺 加入我們的狠狠走內幕 這樣子就不會錯過 每一次的發車 謝謝 明天 小青 我們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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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龍